宅配人員要送貨在外頭鋪空 因為整棟大樓住戶不能出來 原來大樓內傳出有確診個案 這名案1289是案1229的女兒 爸爸是獅子會成員被前會長傳染 但因為無症狀自己跑去篩檢才確診 父親聲稱他的小孩都在國外 所以就沒有調查到 跟高雄確診者同住大樓的住戶 目前都在屋內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等待檢驗報告出爐 隨身中缸的包商也有 中傳的包商也有 目前除了有71名住戶自主健康管理中 案1289有接觸的健身房100名會員 也都在隔離中 曾經出現了8位有症狀的個案 這包外個案在我們採檢還有相關的一些措施之下 目前都在防疫旅館 那檢驗結果也確定是陰性 擔心疫情擴散 周邊的校園以及人多的市場全都清消 希望這波從北部傳往南部的病毒能就此打住 大愛系文家新王昭中 高雄報導